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IOH Talk 我是来自长龙大学大众传播学系四年级的林中轩 那在今天的Talk里面,我会跟大家分享 我大学四年来的学习历程 以及我的海外实习 还有我的毕业专题各样的经历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在想说开始之前 安和集团的合议国总经理跟大家共勉 别在梦想之后画下句点 因为它的达成是下一个成功的起点 以上是我的目录 在今天的讲座当中,我会跟大家先自我介绍 介绍一下我的家庭背景 还有我就读大众传播学系的动机是什么 我所就读的学校、长龙大学 以及当中传播学系到底在学什么 还有大学四年里面印象最深刻的课 以及我的海外实习 还有现在在做的专题 与我生活当中密不可分的社团活动 还有我大学四年 我的心得 以及我所学到的东西是什么 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林中轩 双木林 中央的中 轩阳的轩 那这个名字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中有像是中国人 崇尚中庸之道 不偏不倚 家人希望说我长大之后呢 能够成为一个堂堂正正 不偏不倚的人 那轩有宣传的意思 那希望说我长大之后呢 能够勇于地表达我自己 所以我发现说 其实我现在能够在这边跟大家 分享我的学习历程 还有我现在所就读大传系 其实跟我的名字 好像有稍微有一些的关系 这是我的海报 我是高雄人 高中的时候就读左营高中 那我自己的兴趣是 看电影 听音乐 还有语言学习 就是学英文啊 或者是学习一些的外语 还有 弹钢琴 那这些东西在我生活当中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的个性是 非常喜欢观察 还有做事情也是 比较有责任感 那这两个性情 这两个个性 让我在大学四年里面 其实学到很多很多 我意想不到的一些 学习跟课题 我是来自于一个公务员的家庭 爸爸妈妈都是国小老师 那大家对于公务员的第一印象 其实就是薪水待遇是非常稳定的 而且也不差 所以在这样子的环境成长下的我 感觉我应该是要跟我爸爸妈妈一样 成为一个国小老师 所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我开始非常非常努力的念书 那从我国小到我高中的这段时间 其实补习占了我大部分的生活 特别是在高中的时候 基本上一到 周一到礼拜天 七天的时间 其实我都花很多的时间在补习 但是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补习 其实我发现到说 效果并没有那么的好 有的时候常常都是 失败公办的 所以我开始思考说 我为什么要念书 我读书的动机是什么 真的是因为我想要成为老师 我想要成为一个薪水稳定的公务员 我才念书吗 读书真的是我的兴趣吗 那如果说不读书的话 我还能够做什么呢 一直到我高二的时候 这个问题一直营绕在我的脑海里面 一直到高三的时候 在一场音乐课上面 老师要求我和一些的同学 上台演出广播剧 那当时在广播剧里面 我是担任旁白 还有一些的角色 当我开始念旁白的时候 台下突然 发出了很多很多的赞叹 比如说像是 哇 你的声音好好听哦 哇 怎么会 怎么会 好像在生活当中 你不会是 有 你不会是有这么 好听声音的人啊 那当时我 心里面我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惊讶 就是说 除了读书以外 我好像还有 另外的才能 当时我就想说 大学的时候 我是不是能够选择这个 成为我的 主修 成为我的专业呢 所以 我就选择 要念大传系 我在选填大学志愿的时候 我也就把 全台湾所有的大传系所 都填了 最后我也如愿地进入 长城大学的大传系 所以我就来介绍一下 我所就读的长城大学 刚进入长城大学的时候 其实 呃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学院风 感觉走进来的时候 好像自己 嗯特别的 有文艺气息 感觉自己是文青 怎么说呢 这是我们学校的第二教学大楼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外观 除了 嗯 主色调式红色之外 其实 他的建筑风格 嗯 除了拱门 还有 呃 非常高的梁柱的设计 其实都是 呃 像是电影里面啊 一些国外 大学的一些 建筑风格 那我本身非常非常喜欢 觉得说 呃 这个好像就 嗯 嗯 感觉走进来之后 就特别的有书香气息这样子 接下来是我们学校 大家非常喜欢的图书馆 我们图书馆 除了他的馆场非常丰富之外 他也非常的新 而且从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说 呃 他里面有一个 嗯 我们学校非常象征性的一个 玻璃雕塑 叫做焚而不回的荆棘 嗯 那 我自己因为很喜欢看书 也很喜欢 嗯 很喜欢享受 在看书的这些时候的一些氛围 所以 我常常 嗯 不时的会到图书馆去走一走 让自己放松 图书馆底下也有 长龙艺廊 这个艺廊 艺廊是 学校特别 给我们学校的美术系 以及有些同学他们想要发表一些作品 就会在 这个艺廊 就发表他们的作品 那有时候 无聊的时候也会在这边 逛一逛走一走 我们学校校门前的喷水池 还有旁边的圣诞树 因为我们学校是基督教大学 所以每到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有圣诞树的一些装饰 到晚上灯火通明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漂亮 再来就是位于我们学校第二教学大楼 及第三教学大楼之间的绿林大道 那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雕塑作品 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学校美术系的同学之手 那我自己也很喜欢在下课或是无聊的时候来到这边漫步 那我对于常常大学的第二印象其实就是小而美 因为其实比起我们学校旁边的城大还有其他的大学 我们学校真的不算大 但是我们学校真的是麻雀虽小无上俱全 这是我们学校的空拍图 那大家可以看到说一个大学该有的建设 像图书馆啊还有操场 教学大楼以及宿舍 基本上我们学校是一样都没有少的 除了我们的设备 一个大学该有的设备都有之外 我们学校还有全台湾第一个以大学命名的火车站 常常大学站 那他所连接的沙轮县其实就是台南高铁站 所以不仅是台南的学子 南部的学子 其实有很多北部的一些学子都来到我们学校就读 交通算是相当的方便 那再来就是我们学校的餐厅 我们学校餐厅的菜色 其实也算是非常非常的多元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非常非常的卫生 所以在这边吃东西其实不需要担心说 会吃到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学校的操场 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中间的那块草皮 其实是一个橄榄球场 因为我们学校是大专传统的橄榄球强队 我们常常在国内外的一些赛事里面夺得冠军 所以这一个部分是我对于橄榄大学 特别有印象的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特色之一 再来就是要介绍我所就读的科系大传系 那我念大传系之后有很多人就问我说 你们大传系是不是常常在爆肝啊 常常都没有在睡觉这样子 其实爆肝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讲 都已经是一个常态了 但当然啦 大传系其实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做作业 比如说拍影片啊 或者是做一些的专题 那这些专题的量 还有他所需的时间可能都 量比较多 所需的时间也比较受限制 所以有时候需要赶进度 当然是有时候需要熬夜 但是我觉得爆肝爆肝这件事情 其实跟每个人的生理需求 还有这个生活上面的调剂 其实还是占绝大部分的关系啦 再来是大传系的出路是什么 其实大家所知道的公关啊 行销广告 还有影视制作 记者编辑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其实我们大传系的学长毕业之后 都会从事相关 像这些相关的一些行业 那基本上大传系就是一个 什么都学的一个系 那开始就会有一些人 有一些的疑问啊 就是说大传系既然什么都学 那不就什么东西都不专精吗 那其实为什么要什么都学 其实是有原因的 要跟大家分享到一个 现代社会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叫做数位汇流 什么叫做数位汇流呢 简单来讲就是 我们所看到的一些 传播内容全部都数位化了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 现在我们可能看书不再是 看纸本的东西 有很多人喜欢看一些网路 网路的一些电子书 还有我们看电影 可能不一定买票进电影院 或者在网路上面点选YouTube 或者是风行网相关的一些网站 在网路上面看这些的传播内容的这些东西 那主要就是因为网路新奇了 这些东西它全部都在网路上面做一个整合 那为什么我们前面提到 为什么大传系什么东西都要学 其实就是说 我们希望说能够借由多方的学习 能够了解各个传播媒体 各个传播通路的特性是什么 那以后我们出社会之后 能够做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整合 所以其实大传系它所培养出来的人才 其实就是一个传播人 那传播人它所需要的精神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它需要有人文的素养 因为传播的内容 其实大部分都是跟人文的一些东西有关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再来就是传播的伦理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传播者的角色 其实你所制播的东西都有可能影响到 乐听众所收看的这些人 所以如果说你的传播伦理 没有那么的好的话 其实是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在传播上面学习到相关的一些知识 然后我们在特别是重视我们的媒体实物 比如说像是影片上面的拍摄啊 或是广播节目的制播 还有比如说像是新闻媒体的一些写作 都是我们身为一个传播人 我们在我们系上相当重视的一个条件之一 那大传系的课程其实总共可以分为四个核心课程 第一个是新闻传播 那新闻传播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新闻媒体 那我们在大一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大一的时候就会有 像是媒体采访写作啊 新闻学这些的课程 让对于新闻有兴趣的同学能够在大一的时候 就奠定好写作及采访的基础 那第二个就是公关 公关大家对于公关的定义 就是大家都知道说 有些人他可能从事公关行业 那到底公关是什么呢 其实公关就是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企业 他需要与他的目标的大众达成一个良好的关系的一个工作课题 那我们在大三的时候就有修一门课叫做公关学 在公关学里面我们就会讨论到 比如说像是危机处理的部分啊 或者是一个公司该怎么样与他的目标的这些群众 达到一个良好的沟通 那在企业形象塑造的话 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课程 再来是广告 广告的话通路就很多了 比如说像是在网路上面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影片啊 这些平面的这些东西 其实广告无其不有 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都是以实作为主 比如说我们有可以会设计一些平面的广告作品 或者是实际的去拍摄影音的一些广告 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系上也有相当多的一些实作 最后是音像传播 音像传播顾名思义就是电视电影跟广播 这些东西也是占了我们系上相当重要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会学习比如说拍摄一些伪电影啊 或者是制作广播节目这些相关的一些课程 那在这些东西其实这些课程都是非常非常好玩的 那除了我们在课堂上面所学习到的这些知识及技能之外 在校内以及校外也会提供我们一些实习的机会 那比如说像我们在校内的话就会有常用电台 我们常用资深广播电台 我们自己的电台可以让同学如果说对于广播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那边去实习 以及校园记者的部分如果说有同学对于文字及新闻的写作有兴趣的话 也能够去磨练自己的写作技巧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校外也会跟一些媒体的单位有一些的合作 他们会offer出一些实习的名额 让同学能够到他们的单位去实习 那近期就甚至有到海外去实习 那我本身相当的幸运能够到海外去实习 那这个就是我们学校的常用资深广播电台 它的整体的设备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完善的 这是我们学校的摄影棚 在我们系上的摄影棚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举办相关的一些广播营 让一些的高中生如果说对于传播领域有一些兴趣的话 在传播营里面可以解答大家的一些疑惑 并且实际的操作 比如说摄影机啊 或是拍摄一个简短的小短片 让大家对于我们到底是学什么这些东西 有些基本的认识 再来就是在我们系上有一门课叫做跨文化传播 我们邀请了前驻希腊的大使 来跟大家谈论到国际礼仪的重要性 那四大核心课程里面 其实我到最后所选择的是文字 就是新闻相关的课程 因为我认为说 其实大家所看到的这些线上的 不管是影像啊 或者是公关的行销的企划 其实它的基础都来自于文字 所以我希望说能够把我的文笔 我的文字能力能够打好基础 以后不管出社会之后 我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那像图上就是 我在上编辑与排版 编辑与排版的相关课程的时候 我自己所做的一个简单的排版练习 那除此之外呢 我也担任系上新传报的编辑 就好像我前面所讲到的一样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纸本资料 到最后都数位化了 所以像我的编辑 基本上都是在网路上面所完成的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大学四年里面 印象非常深刻的两门课 第一个是舞台剧 第二个是视觉传播 那舞台剧它不算是一门课 它算是我们系上的一个传统 就是每年到了大概12月的时候 我们系上大三的同学都会 自己举办舞台剧 然后会在校内公演 那当时我是大三的同学 征召我们大一的同学 来担任里面的工作人员 那大三的学长姐 其实给我们蛮大的空间 就是我们可以依照我们自己的兴趣 去选择我们要担任哪一个组 比如说有演员啊有道具 有音控灯控以及这个活动 还有摄影的这些组别 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择 那当时我自己是选择了演员组 那为什么我要选择演员组呢 因为当时心里面 我自己非常想要成为一个配音员 那我想要借由演戏来培养 我的一些戏感 所以我义无反顾的 就选择了演员组 那演员组当然是需要 进入演员组之前 当然是需要经过一些的征选 那在征选的过程里面 其实就是抽题目上来演戏嘛 有很多的同学 都抽到一些很好发挥的题目 像是发情的鳗鱼啊 失恋的青蛙啊 这些还算蛮好发挥的题目 轮到我了 我抽到了干掉的嘴皮 我当时拿到题目的时候 想说干掉的嘴皮到底要怎么演啊 那没有办法抽到就是抽到嘛 那只好硬伤啦 那我自认为当时其实我演得很差啊 但是很奇怪的 可能也是因为我的努力让导演看见了 所以我最后就录取 那录取之后呢 就展开了一连串的演员训练 那演员训练基本上就是 圣诞机没守任何的角色 任何种类的一些表演 你都要去尝试 那有的时候导演 他心血来潮要你演一个 比如说像是变态狂啊 或者是 杀人犯啊这些东西 那你都必须要 竭尽脑直着去想说 我自己要怎么表演 并且突破自己的一些极限之类的 那经过了演员训练之后 最后要分角色了 那导演就说 诶 周勋 我给你一个很不错的角色 是什么呢 就这个角色 一个爸爸的角色 那我当时在想说 我为什么要演爸爸 后来导演就跟我讲说 因为你的 你的感觉还有你的外形 比较适合演爸爸 感觉比较成熟 后来我就想说 好吧 如果说季男这个角色 那么适合我的话 那我就愿意尝试去看看 那这个就是当天 在公演的剧照 这个角色其实 他的人物个性 跟我是非常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角色 他非常非常的暴躁 那我本身的个性 其实就不是一个暴躁的人 所以在表演的过程里面 其实导演他会不断地 藉由比如说 不断地骂我啊 或者是用一些比较严厉的词 去去激励我 希望说我能够把 这些东西转化成一种动力 放在这个角色里面 那在演完舞台剧之后 我发现到说 其实真的是 像很多人讲的戏如人生 戏里戏外 其实都是人生的缩影 只是可能因为受限于限制 我们没有办法去 发掘自己真实的另一面 那透过演戏 其实就是抛开 原本的在生活当中的 那个自己 能够去发掘 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 也有不同的个性 不同的这个表达方式 所以我觉得 经过了舞台剧之后 我自己是 不仅是学到演戏的技巧 最重要的是 我发现到说 其实我的生活可以有 不同的方式 再来就是到大二 视觉传达这门课 视觉传达就是 大家俗称的拍片课 那拍片课 其实当初面对这门课的时候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因为这门课是一门大刀课 该怎么说呢 因为他需要熬夜 而且一个礼拜就 老师要要求一个礼拜 交出一部片 等于是说 当老师把当周的题目 还有当周的这个 所谓要求的所有事情 告诉我们之后 我们就必须要去思考 当周要拍出什么东西 然后把它在一周的时间里面 弄出来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累 除此之外呢 老师要求的题材又非常的多元 比如说像是剧情类啊 动作类 搞笑类 惊悚类 以及超现实相关的一些题材 都会摆在我们的片单里面 像是 我们有一次就 拍了惊悚片 那那个惊悚片 因为我本身不是 很喜欢惊悚片相关的题材 所以当时在拍的时候 其实刚开始有点抗拒 但是 经过了之后会发现到说 其实也是突破自己 经过了拍摄之后 发现到说 其实还蛮好玩的 那就如图所知 其实那个学期 我们就好像 我们的生活就像是这样子 组员常常要来在一起 讨论剧本啊 拍摄啊 还有 任何的事情 其实大家都是来在一起 那也学习到 团队合作的重要 基本上 在修这门课之前 我什么东西都不会 那老师要求说 什么东西都要会 那从 编剧导演分镜 摄影到剪辑 这些东西 我都需要去试 都需要去做 那有的时候 演员不够的时候 我都还需要 自己下去演 那讲到 我所演的角色 很多元 比如说 像是在 金斐片里面 我所演的就是警察 那在那部片里面 有一些行求的片段 所以我也被行求过 那在 最后一周的时候 老师要求我们做 影片的翻拍 我们翻拍的是 我的野蛮女友 我所饰演的是 千牛 这个是还蛮 反常蛮大的一个角色 那除此之外呢 我也演过工人 还有呢 有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是我自己 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 因为 在每个礼拜 老师都会要求 一个很特定的片段 就是说 老师要求一个主题 但是 他要求特定片段 就是说 在每一组的 影片里面都需要 出现这个片段 而且 他会指定演员说 要去演这个特定的片段 那 我当初我就被老师 因为老师可能看我 感觉乖乖的啊 比较震惊一点 所以老师他就要求我要 跳演舞 在这个片段里面 我可以 就是说要 尽情地展现自我 烧 烧 烧之 烧 烧手 弄之这样子 那 我自己 第一个我不会跳 第二个我本来 就不太喜欢这样子 但是因为 老师要求 那我就 还是挑战我自己 演技的极限 所以 自己 虽然 当下感觉有点累 但是 印象还蛮深 可是觉得还蛮好玩的 结束了18周之后 发现到说刚开始 什么都不会了 我变成什么东西都会了 而且在过程里面 我也慢慢了解 影视制作的过程是什么 而且在 大三跟大四的时候 有需要的话 我都有能力 能够拍摄相关的 影像作品 那这些对我来讲 都是很大的帮助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大三 暑假的时候 到海外实习的经验 还有我现在在做的 毕业专题 那我的海外实习是 其实是 当时是系上的一个首例 参加了 教育部的一个 雪海竹梦的一个计划 那当时 所实习的地点是在澳洲 想到澳洲的时候 我就想说 澳洲给我的印象 好像只有打工而已 很多人都到澳洲去打工 那到澳洲去实习 好像是头一招 而且实习的工作室 跟行销比较有关系 那我当时就想说 因为我自己所做的东西 是经文写作 跟行销好像 没有什么关系 那我当时就想说 我应不应该 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应不应该把握 到国外去呢 那最后呢 我自己 在经过于老师 爸爸妈妈 还有我自己的一些 思考之后 后来我就 就让这件事情 Let it go 我就想说 因为我有把自己倒空 才能够盛装更多的东西 希望说 能够借由五周的实习 让我学到更多的东西 我所 我所实习的地方是澳洲的 昆士兰表演艺术中心 英文简称QPAC 那 他的这个规模就类似像台湾的文化中心一样 他所 他所表演的节目 就比如说像是 音乐会啊 或者是音乐剧 舞台剧相关的一些表演 那这个就是 那五个礼拜 当 当期的一个表演 叫做德古拉 他的那个视觉效果是非常非常棒的 我所待的部门是 QPAC的行销部 那行销部 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他其实可以分为五个部门 策略传播活动行销 整合行销数位 以及发展部 那他其实 大部分的业务就是 卖票 就是他们 他们的售票 以及举办一些的活动 还有在 数位组这个 这个组别 他所负责的 他所负责的业务 主要就是跟 比如说网络上面 资料的一些 资料的一些传达 宣传有关系 那发展的部分就是 拉赞助 赞助上需要 有很多的一些合作案 这个就是在 QPAC跟 所有同仁的一些合影 那我在QPAC 到底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其实总共可以分为 下面几个 开会 接待 撰写公关稿 测试 及杂物 那开会的话 因为在QPAC 其实我花了 蛮多的时间 跟着出关 都在开会 那在开会的过程里面 其实 第一个就可以 很深入的去了解到整个 组织的内容跟架构 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 在那边一定要讲英文 所以 每天不断的开会 不断的开会 让 很多的英文字会 还有 加强我自己的一些英文听力 再来就是接待 因为QPAC是一个 公开的一个表演场所 所以会有很多的一些表演者啊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 都会来到QPAC 那我当时是跟 主管 或者上司 负责接待一个舞团的舞者 然后接受一些的访问 那在接待的过程里面 我也学习到 与人之间的应对进退 接下来要 学习的就是 撰写公关稿 那这个部分是我自己 非常非常有心得的 因为 在撰写 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学 我自己学的是 撰写 是撰写媒体新闻 的部分 那 撰写公关稿的话 其实对我来讲 也是 第一次 第一个经验 那我自己在写公关稿的时候 其实 主管他会不断地去要求说 有什么东西是你需要去注意的啊 那这也让我在 回到台湾之后 在写我的 媒体新闻的时候 其实有相当大的帮助 再来就是测试网站系统 就是因为在数位组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 去QPAC的网站上面 去测试相关的一些 比如说像 购票系统的正常运作 因为 其实如果说 网站的系统运作不正常的话 其实会影响到 QPAC的售票业绩 那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考量 也考验到我自己的一些耐心 还有细心程度 那除此之外 其实有一些的杂物 我也必须要去负责 比如说像是 材质材文件啊 或者是整理信封相关的一些杂物 那这些事情 虽然它不算是什么大事 但是 这些的小事 其实可以 看见说 一个人在做事情的用心程度 还有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细心 其实这些都是在工作里面 相当重要的磨练 那这就是 我 指导我写作的上司 那我所练习的媒体新闻稿 那在澳洲五个礼拜 学习下来 其实有几个态度是 我自己非常有心得的 第一个就是问问题 其实 因为每天跟在主管身边 主管都有不同的专业 还有他们自己需要负责的事情 所以主管他会一直希望 我去问问题 因为在台湾其实大部分的 时间都是老师在上面讲 我们只是在下面静静的听而已 那西方人他其实相信说 唯有你自己提出问题 这个学习才是你自己的 第二个就是沟通 那旁边的这张合照 是我跟行销部的总监的合照 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点呢 其实就是 因为西方人相信 他们每个人做事都有各自的方法 那只要能够达到目标就是好的方法 所以今天 比如说在一场会议里面 虽然是总监他面对可能是基层的办事员 但是他们不会因为说彼此有阶级的制度 他们在沟通上面就有上对下的这种感觉 他们会一起的找出这件事情的可能性 一切可能性还有做最好的方式 那我觉得沟通的这件事情 其实不管是在求学还是在工作上面 都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技能 再来就是时间管理 出国之前 我对于台湾人的印象 其实就是很耐操 也很吃苦耐劳 那我也非常非常因以为傲 觉得说西方人可能做事情 比较懒散一点 做事情好像动不动就要放假 但其实到了澳洲实习五个礼拜之后 发现说事情不是这样子 别人只是把时间管理做得非常非常好 怎么说呢 我们在实习的时候是八点进公司 下午五点的时候出来 那在这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的这个工作时间里面 其实大家都非常用心的投入 每个人的工作 那因为他们相信说 唯有时间管控好 他们做事会更有效率 希望说能够在工作时间把工作做完 那下班之后就尽情的去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再来就是工作的态度 我在实习的时候 问主管说 问主管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份工作 那大部分的人给我的回应都是 因为他自己非常非常热爱这份工作 因为他们相信我有百分之百的热情 百分之百的投入 才会有百分之百的支出跟成果 那对于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 因为我还是会觉得说 以后还是要以薪水为我找工作的一个第一首选 但是这个工作是不是 我真的非常有热情的去做 其实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算了吧 还是薪资比较重要 但是对方西方人的想法就是不太一样 他们希望说能够把他百分之百的热情 投入他的工作 他这个工作才会 不仅是让他能够赚到他生活当中的 那个所需 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工作里面 他非常非常快乐 那再来就是其实在澳洲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他们的国际观是非常的开阔的 除了在电视上面可以看到 相关的一些国际新闻之外 最重要的是说 像有一次 主管招待我跟我的同伴去 看一场表演 那这场表演大概百分之八十都是 六十五岁以上的阿公阿嬷 那我因为有跟他们攀谈 那跟他们讲说我是从台湾来的 所以而且那个时候台湾刚好台风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会问我说 你们家还好吧 你们台风台湾是不是发生了台风了 那那个时候我会感觉非常非常的惊讶就是说 连老人家对于国内外的一些新闻都非常那么了解 那有时候生活在台湾我自己都不一定知道 国际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发现到说其实国际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其实澳洲跟美国一样 他是一个文化熔炉 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人来到这块土地去生活 所以他的文化冲击 我文化冲击我觉得是最直接的 那怎么样感受到最直接的文化冲击 其实是在买菜在逛菜市场的时候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们在台湾要吃意大利料理 大概有80%的意大利料理 其实都是台湾人做的 但是在澳洲在菜市场里面 你只要所吃到的意大利料理 其实都大部分都是由意大利人做的 他们把他们自己的文化 他们自己所喜好的口味 很真实的呈现给顾客 那除了意大利料理之外 像是法式料理 甚至是印度料理这些东西 都是最道地的 那这个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 就是这是大家台湾人应该都 非常熟悉的斑饼 那这个斑饼其实是印度人在做这件事情 那就可以很 当时就可以 除了感觉非常有趣之外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我也可以去推测说 在印度其实也有像台湾斑饼的这种系组 有时候也会觉得说 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除了在人文方面的一些体验之外 其实在生态方面的体验 也是学到非常多 但是在澳洲的一个 这个是一个动物园叫做Long Pine 我可以近距离的跟袋鼠 跟吴伟雄有接触 所以真的是出国之后才发现到说 原来国外有那么多可以学习的东西 结束了五周的实习之后 我自己的结论就是 其实世界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台湾只占世界的那么小一块土地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 需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圈 把自己拔高到一个比较高的视野 这个不仅是让我们自己的视野开拓 更重要的是 因为这些的体验 这些的挑战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可以去重新思考 我们面对事情的态度是什么 回国之后我开始 撰写我的毕专题的作品 那我的专题作品的题目叫做外国人在台湾 并不是不尽然是因为我 从澳洲回来之后 我才开始要做这个题目 其实我本身对于外国人 在台湾所做的一些相关议题 其实就非常有兴趣 因为我从小非常喜欢跟外国人聊天 从开始学英文之后 我就面对外国人的时候 我不会感到陌生或害怕 会很积极地去找他们聊天 但是 这虽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动机 但是 我要写什么东西呢 什么东西是大家 可以引起大家注意 大家想要去了解的议题呢 之后我在台南火车站的地下道 遇到了这个街头艺人 他是一个德国人 那当下我看到他在那边弹吉他 在那边唱歌 我就被他的歌声给吸引到了 后来他结束他的表演的片刻 我就开始跟他攀谈 发现说他其实有很多意想不到 很多很特别的故事 我当时灵感就来了 就想说 那就写他们的故事吧 可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台湾 来从他们的心路历程 来感受台湾 让大家重新认识我们所 生长的这块土地 所以我就跑遍了台南 甚至跑遍了其他的地方 去寻找这些外国人 他们有可能是做吃的 卖披萨或是卖法式料理的这些外国人 那甚至有些人他们不畏任何的目的 因为爱的缘故 来到台湾担任职工 在经过与很多外国人的一些 访问跟攀谈之后 他们给我的都是同样的一个结论 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的爱台湾 他们觉得说台湾其实是一个宝岛 是一个他们所喜爱的一个一块土地 那这些外国人他们那么爱台湾 那他们也会跟我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台湾人总是在抱怨 为什么总是抱怨说台湾不好 其实你们台湾很好啊 那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思考说 反光我们台湾人怎么去看待我们自己的国家 看待我们自己的生活呢 所以当初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动机 想要跟外国人攀谈 但是慢慢就衍生出 我希望说能够借由外国人的视角 带读者去重新看待我们自己的土地 看待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 那希望说能够激发台湾人 特别是年轻朋友 开始喜爱去爱自己的土地 除了 除了 毕业专题之外 社团活动也是我生活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 元素 那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在学校所参加的一个社团 叫做光眼唱试社 为什么要叫做光眼唱试社呢 因为在圣经的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说 你们是世上的野人 是世上的光 那在我们的社团活动 那在我们的社团聚会里面其实就会像途中所示的一样 我们会一起的聚会 唱诗歌 读圣经 认识 基督徒的信仰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有很多高中生毕业之后 对大学的一些向往就是 诶大学生活可能就是夜冲夜唱啊 或者是去参加一些 我高中时候没有办法尝试的一些生活 但是 其实大学生活 可以有不同的过法 比如说像是 我跟我的同伴 有时候不定时的就会出去传福音 接触不同的人 那在接触不同的人过程当中 其实也学习沟通 也学习去倾听不同的声音 那第二个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周六的时候会邀约 社区的一些小朋友 来到我会所里面 我会讲故事给他们听 会带他们唱诗歌 带他们玩 在带他们的这些过程里面 其实也学着 让自己能够降低自己的身份 能够与不同的人 特别是小朋友 对他们有一些 不同的一些分享 或是能够带领他们 每到寒暑假的时候 我们会到各地去家访 借由家访能够告诉 社员的这些爸爸妈妈 他们的孩子在学校 其实是过得很好的 那有的时候 我们有机会也会出国访问 去到国外去参加一些的训练 那这个就好像 去澳洲实习一样 其实就是增加自己的视野 总观来讲 在我的社团活动里面 我觉得我的生活 其实就是一种的操练 不管是传福音 或者是带小朋友 甚至是带诗歌 甚至是出国 出国访问 其实都不断地在加强我的学校所学 沟通的能力 以及沟通的能力 以及带人接物的一些能力 其实都从我的社团活动里面 可以得到印证 那这些事情其实 我自认为靠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很重要的是 在我的社团活动里面 有一群的同伴 那这群的同伴 他很特别 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会一起的吃喝玩乐 有的时候会一起的打打闹闹 但是最重要的是 在我们的心中有同样的一个信仰 我们都可以 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 我们会一同的来在一起 彼此的祷告 为我们所遇到的这些东西 我们彼此的顾惜 这就是我对大学四年 我自己做的一个总结跟心得 大学四年在大船系里面 学到那么多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学习大船 学习传播 其实就是学一个沟通的技巧 沟通的艺术 以后不管出社会是 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其实都是不断地在与人沟通 那如果说能够把沟通的这个技巧 能够学好的话 其实不管到哪里 都是非常受用的 而且也是在与人的互动里面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吃香 第二个就是我希望告诉 如果想要念大船的朋友 其实现在的媒体环境 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媒体 比如说当我们说 当我们看到一个现象的时候 我们拿出手机就可以把它拍下来 传上网 那我们就可以是成为一个媒体 所以在大船系学习 我建议是其实可以多学多看 不要局限自己在 可能只学某一样东西 因为多学一点东西的话 其实未来出路就有多一种的选择 再来就是我对于做事情的一些看法跟态度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会为自己定大志设大谋的一个人 反而是我会希望说先做好生活当中 每一件交派给我的小事 当我把这些小事做好完成 自然而然就会把更大的一些事情交派到我的手里 所以就慢慢的累积慢慢的累积 最后就成为我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经历 最后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在大船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其实当我面对到我自己不熟悉的东西的时候 大部分我是非常非常的害怕的 但是我虽然会害怕 我也学着让自己勇敢 只要勇敢地跨出那一步 让自己能够抱持着学习的态度 去面对每一件事情 等到试过今天之后会发现到说 自己其实累积到了不少的东西 所以不管是今天是不是要念大船 或是面对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只要勇敢地往前 只要勇敢地 并且虚心地抱着学习的态度去求教 其实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 非常重要的经历 以上是我的IOS Talk 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